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根据数据显示 在美国有90%的人 如果在家里发生意外 大部分都发生在浴室 而对于行动不方便的民众 或者老年人来说 浴室就是一个更加危险的地方了 那我们应该怎么样解决这个问题呢 今天我们很荣幸的邀请到了 American Top的CEO Vincent 来为我们具体介绍一下他的产品 Vincent你好 你好Winley你好大家好 Vincent我知道您现在有一个 步入型的浴缸在市面上 卖得非常的火爆 您能给我们具体介绍一下 这款产品 Vincent我们当初设计的 这款浴缸来讲的话 主要是朝着一些为了解决老人家 或者一些行动不方便的人 来洗澡的时候 有一个安全的环境 安全的产品 它的主要的设计是 步入式开门步入式的浴缸 它里边有一个built-in的椅子 然后呢 像这种椅子来讲的话呢 我们都有一定的高度 都是按照美国的ADA的一个要求 来设定的 比如说17寸高 为什么说17寸呢 你不能太矮 太矮的话呢 有些老人家或者行动不方便的人 他脚没有力啊 他站不起来 也不能太高 太高的话呢 可能坐不上去 这只是一个其中一个例子 所以呢 每一个细节 每一个设计 我们都是按照 美国的ADA的一个要求 来设定 那我们也很高兴 就是说看到我们的客人 很多客人 其实他们之前不知道 什么叫步入式浴缸 那第一次看到的时候 都很惊讶 他们很多客人 甚至说 我们找了这个产品 找了好久 今天终于有这一款产品 来解决 洗澡的一个问题 这个步入式浴缸 对于我们的老年人 和行动不方便的民众来讲 非常的有用 那可是他只是针对 这两个人群吗 不是的 我们现在的 销售报告告诉我们 现在购买这个浴缸的年龄层 越来越低 越来越多年轻人 他们也会 寻求去买这个浴缸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后来又加了很多 比较享受型的 比较豪华型的 一些功能进去 比如说水按摩 气按摩 然后再来 叫做Moodlight 中文应该叫做 灯光 水里灯 然后还有熏香 然后还有内置性音乐 那这些很fancy的一些feature 家庭之后来讲的话 实际上使得这个钢是一个 回到家之后 是一个很享受的一个过程 那如果我们观众 对这个浴缸感兴趣的话 那它是需要一个怎样的流程来订购呢 一般来讲的话 观众或者是买家 他们会打电话到800号号码 来跟我们约个时间 我们会派我们的专业人员去到他家里边 实地了解一下使用者的一些情况 比如说他有一些什么physical condition 什么叫physical condition 比如说他有糖尿病 他有心脏病 或者是他行动不方便 是做轮椅的 那我们都会按照这些客人自己本身的一些问题 来特定帮他设计一台 适合他的开门式浴缸 我们有15个不同的款式 有几十种不同的功能 来讲的话 我们会为客人 怎么讲呢 量身定造一款浴缸 就是适合他用的 那这是一款非常好的产品 如果有兴趣的观众呢 心动不如行动 赶紧拿起电话拨打吧 那感谢您今天收看我们的节目 再见 谢谢